魔鏡啊魔鏡 誰是這世上最美的樹懶 什麼?你說是我嗎?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 第二七月號以化妝為主題 教大家各種美妝界的實用英文 6月30號前訂閱還會附贈 超可愛樹懶隨身鏡喔 哈囉我是阿滴 好的各位我現在人在美國加州一個叫做 San Jose 的城市 這次回來美國是因為受到 Google 的邀約 參加他們一個叫做 Google I.O 的開發者大會 那這個呢在前幾天已經結束了 我這次在美國多待了幾天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是要來做一個我個人還蠻好奇的影片 也就是來自美國的7-11 跟我們台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小七 會有什麼樣子的差別呢? 我們在台灣常常會聽外國人講說 喔台灣的便利商店超方便 有各式各樣想像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 在美國的7-11 它會有什麼樣子的差別 它提供什麼服務 或者是買得到什麼台灣買不到的商品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做這一個 美國的7-11 開箱影片 就在那邊 好的那我剛剛也取得了店員的同意 他說我可以在這裡面拍商品啊 然後來做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美國的7-11 它有哪一些區塊賣什麼商品 提供什麼 可能在台灣沒有的服務 這次7-11 的話大概是這樣 這裡 通常這邊可以多區 那邊有一小區塊 然後這邊是主要的收音區 然後手持處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我們的 I.O 這邊有幾個商品的商品 那我們就讓我們來試試看 好 所以他們有賣很多的 一品卡片 Uber Ebay Netflix Amazon 所以這些 好像台灣也有 接下來這區還蠻有趣的 它當然有賣一些比較家用的 可能洗衣精啊之類的 但是這裡有賣機油耶 台灣的上面那個應該沒有賣機油吧 這邊車子實在太多了 所以很需要隨時隨地可以 所以有車子相關的補充設備 再來的話這一整排 就是我們的飲料區 它可樂一個是2.19 然後它有超多口味的 有這個Diet Coke 然後Zero Sugar 香草口味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櫻桃口味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是橘子香草口味 所以有蠻多種口味 然後每一種口味都是一樣價錢 都是2.19 等一下 這邊這是什麼 這也是可樂嗎 這是什麼冒牌可樂嗎 怎麼長得這麼像是冒牌 或什麼東西 然後它也比較便宜 1.89 我覺得飲料還有一個 跟台灣不一樣的一方式 它有很多很多的茶 但是這裡我看不到什麼茶 不過就看到一大堆 這三四排全部都是能量飲料 所以不知道美國人還蠻習慣喝能量飲料的 在台灣感覺不會有什麼多 這邊星巴克的口味也超完整 有兩排的星巴克 然後最後這一區全部都是啤酒或者是酒 延伸到那邊那一塊也全部都是酒 接下來這邊是IO2第二排 然後這一排的話有很多的藥品 這個我覺得也蠻有趣 是因為在美國就是去醫院的服務病不是這麼好 他們去一個醫院都要花很多錢 所以他們不太常會去看醫生 他們如果生病的話就直接來這邊去買成藥 成品藥讓回去吃 所以這裡任何各種藥都有 會燒的 止痛的 感冒的 過敏的 感冒的 味酸 就是超多 各種 生各種病在這邊都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成藥 再來這邊是我們的巧克力區 巧克力區的話有蠻多很熟悉的 像是M&M才蠻熟悉的嘛 然後TWIX這個也是我還蠻喜歡吃的 不過有一些我從來沒有看過的 像是Milky Way 這一個是什麼 Risus Risus也算是一個蠻道遠的牌 不過他擺的位置不是讓我很滿意 就是他有點黏亂 你看Risus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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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軟 然後Kicat 這裡也有Kicat 下面這邊也有Kicat 然後Hersley's Hersley's 它沒有一個擺放的邏輯 我覺得台灣的巧克力好像比較整齊 或者是因為台灣巧克力的種類沒有這麼複雜 再來這一邊是我們賣堅果跟洋芋片的地方 洋芋片只有這一小藍欸 我其實是蠻驚訝的 我以為美國會比較多洋芋片 不過呢我要說 這個 Kicat的這個 它開到口味的洋芋片 這個超好吃 這個超級 這個是連接都會給我們 所以這個就愛上了 所以一直在買 找到了這個才可以Kicat 原來它的那個洋芋片 還有另外一區還有 這樣才能覺得 長得的 幹事實在的樣子 然後我現在看到一個 非常奇怪的商品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樹啦 也太窗了吧 這邊有一區 異國風情區 他們的品牌名字大的是 這是西班牙文嗎 很小的這個才是英文的 這邊就是有一些 蠻特別的 從來沒看過的樹 像這個 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 Carmeline Candy 它放在塑膠的湯匙裡面的糖果嗎 為什麼要這麼浪費資源 再來換他們的麵包區 那我們其實看得出來 他們賣的麵包啊 蠻多都是上面有加東西的 像上面有加這種糖霜啊 那個是裡面有餐 它的口味是還蠻重的 特別是他們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叫Twinkies Twinkies就是很甜的 像這樣子的蛋糕棒 再來我覺得最誇張的 他們的熟食區 他們有賣Doughnuts 可壽麵包 然後 我叫什麼Cupcakes 他們的熱果區 是長這樣子 開玩笑 這麼大塊耶 12345 5、6、7、8、8、8個塊 台灣應該只有這樣子 只有這麼一小塊吧 然後居然還有賣披薩跟炸雞 除了食物的熟食區之外 這裡的咖啡區 超級無敵大 這個大咖啡機 然後這個 這直接是已經煮好的咖啡 你可以把它倒在 然後這裡的杯子 拿這個杯子 然後把它倒進來 差不多就直接一杯 這樣子check out 買 可以客製化你咖啡的地方 奶精啊 然後糖啊 肉桂粉啊 嗯 之類的 哇 這一區是超豐富的 這邊是什麼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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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墨西哥的 不知道是嗎 它很輕耶 這我剛剛研究了一下 它好像是 裡面有些粉 然後你把飲料倒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辣味的飲料 嗯 我很想要試試看 但是我覺得我不會喜歡 我們不要浪費食物 這邊還有 然後 這邊還有 冰沙 然後我找到了 我剛剛一直在找這個 就是踢管機 它的踢管機長得這樣 蠻矮的一個 嗯 跟台灣長得差不多 但是 這邊這裡 這個是什麼 這個好像是一個 可以幫你拷貝鑰匙的機器 你只要把鑰匙插在這裡面 它就可以 拷貝一個出來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 在便利商店會要有 這個服務 這是台灣 應該沒有的吧 然後中間這邊還可以買樂透 然後中間這邊還可以買樂透 樂透 喔 這裡還有印象 樂透卡 這裡還有一整區耶 我剛剛沒放到 這裡有堆水 然後這邊是 冰淇淋 然後 這邊是 這個是冰淇淋 難得也不快 好的 我非常的確定 我已經把這一家便利商店 廣透了 所以各個角落 全部都看過了 各個我覺得奇怪的商品 我也都跟大家分享了 那我最後來統計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就是 美國跟台灣的小規比較 美國這一家店 我覺得因為它空間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各個品項都可以更多一些選擇 比如說一個巧克力棒 它就有各種口味的 一個汽水 它就有各種口味的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 它賣的不同種類的東西 會比台灣的多 因為台灣雖然可能一個品項 比如說巧克力棒 它可能就只有那個口味 不過還是有巧克力棒可以買 所以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總共不同的品項 可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美國這邊 因為空間大 所以一個單一的品項 它可以分製成很多不同種口味 但是不管怎麼樣 都還是巧克力棒 然後第二個呢 是我覺得也因為空間大的關係 所以美國熟食區 是比較優秀一些 直接可以現場點來吃的東西 是比較多的 像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有一整排的熱狗 然後我後面這邊的 一整個counter 的咖啡區 不過相對有趣的是 我覺得台灣便利商店 比較多那種微波食物 微波食物在這一邊 比較少一點 在台灣的話很多那種 比如說咖哩飯啊 牛丼啊 烏龍麵 是你拿回家微波 可以直接就是一餐的這樣吃 但在這一邊好像比較比較少 沒有看到這類的食物 然後最後第三個是我們便利商店的電影 我剛剛在這邊其實觀察蠻久的 它呢 雖然說只有一個人 但是它要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固定的 就是結帳 然後幫忙加食物 就這樣 它沒有要做其他 比如說幫忙準備食物 加熱食物 或者是來倒咖啡 都沒有 這些都是客人要自助 但相對呢 台灣的便利商店店員 他們就比較要多功能一點 他們除了結帳之外 可能要幫你領貨 然後要幫你收件 然後可能要幫你列印東西 可能還要去清理一些那邊的座位區 甚至是要幫你做珍珠奶茶做飲料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會說 哇台灣的便利商店店員真的是非常的萬能 所以我覺得美國跟台灣這兩個比較起來 都有各自的特色 那希望這支影片像是帶大家出國一樣 讓大家知道在國外的便利商店 跟台灣有哪一些差異之處 好的那這支影片差不多就在這邊結束了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 每個禮拜一晚上九點會固定上傳新影片 And that's a wrap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See ya 那我現在啊其實是把我的相機架在一個 麵包架上面 在錄影我給大家看 是一個這樣子的概念 Hello